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元宵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六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联欢晚会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晚会 同首都知识界代表欢聚一堂 共度佳节 金龙起舞贺新春 暴月当空 庆团圆 元宵之夜 首都大街小巷到处张灯结彩 一朵朵烟花腾空绽放 一阵阵鞭炮热闹响响 轰托出人们欢度龙年元宵的喜庆祥和气氛 此时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 华灯璀璨 鲜花芬芳 涌动着浓浓春意 十九时四十五分许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大厅 来到文艺 科技 教育 理论 新闻出环等知识界代表中间 从他们签约握手 布置问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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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长春主持 他首先代表中共中央 向全国知识界的同志们朋友们 致以新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李长春说 刚刚过去的2011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也是12.50期开局之年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 锐意进取 全面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取得新的辉煌成就 实现了12.50期良好开局 我们召开党的17届六中全会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 为推进文化改革发展 开辟了广阔空间 极大的调动了知识界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 李长春指出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 凝结着知识界同志们朋友们的智慧和力量 李长春强调 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 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 我们党将召开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 做好今年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知识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力军 希望大家不负时代和人民的重托 扎实工作开拓创新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 进行文化创造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征程上 建立新的功勋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热情分放的歌舞 中国日子中国节 拉开了晚会文艺演出的序幕 资贤舞重奏 欢乐的夜晚 婉转悠扬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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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舞蹈纳木措之舞 火红的日子 昆徐牡丹亭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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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独奏英雄 提现木偶表演 《圣元宿》《圣元宿》等节目 各剧特色 异彩分成 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 对伟大祖国的真诚祝愿 和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 送亲的歌声 晚会进行过程中 一晚晚热气腾腾的元宿端了上来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高兴地同大家一起 品元宿 去友情 化未来 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金色大厅 现场气氛 喜庆而热烈 演出结束时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走上舞台 从演职人员热情握手 祝贺演出成功 出席联欢晚会的领导同志还有 王刚 王乐泉 王兆国 王岐山 回梁玉 刘琪 刘云山 刘延东 李元朝 张德江 徐才厚 郭伯雄 何勇 令计划等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元宵节 优优独节日元宾